今天是二月二十八日四旬期的第二个主日 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在大博尔山显圣荣 我特别记得我们去朝圣的时间都去过大博尔山 相信耶稣显圣荣的地方就是大博尔山 今天的福音比较吸引我的字眼 就是耶稣和三个门徒上山去 上山这两个字比较吸引我 以前的旧约在梅室上山都是上山 就是他去领受天主的十戒的戒命 就是上山 上山好像一种秘如同天主去相遇 这里我的想象或者我的图像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去到加勒尼亚或者那一带去全教的时间 我想去到那个地步就是他觉得 可能他需要一些静的时间 静的就是要上山 或者要再次去沉迷天主的那份旨意 他知道他自己都是要走上墨西亚 受苦上着的仆人的道路 最后就是会醒十字架 不过这个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呢 我想耶稣都是一直在搜索 他一直在听天父的声音 究竟什么时候呢 如果大家喜欢 麦尔谷福音的朋友 研究 麦尔谷福音的朋友知道 今天第九章 其实是一个分水嶺 在麦尔谷福音 就是耶稣上大博尔山显成荣之后 耶稣那个全教的方向 他就是走向南面向耶路撒冷 就是说他是影响苦虎 这个是为耶稣的全教 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的一个 时间来的一个标记来的 从此以后耶稣他的命运 就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他就要上耶路撒冷准备这个仇苦 准备这个迎接他这个 屈辱 甚至放十字架上 交出他自己 就是 所有的一切 而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耶稣所领受的 在这个显生的时间 耶稣在第二次再次听到天父 肯定他是天主旨的身份 第一次他一个重大的转折 就是向这个 约旦河 他受洗的时间 就是天父有声音 天空那里 圣神都是一切 就是 你是我的爱智 我因你而起源 从此耶稣就改变 改变他的生活 就是开始 试探之后就传教 开始他三天的传教旅程 来到这里 去到中间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就是 这里我听到第二个声音 就是说他再次 听到天父对他一份肯定 那当然他又是跟 三个门徒一齐 三个爱徒 这里有特意 他不是跟十二个门徒 他选择了三个 他最亲密的门徒 这里 这里都是为他们一个培育 我估计是 一个培育 所以这里一方面 耶稣是 在上山 作为一个 好像现在我们作为一种 避静 一种灵修 一种很大的避静 走上山 因为我记得 在朝圣的时间 这些大步的山都很高 我们坐车上 上去弯弯弯弯弯 都坐成 15分钟车才上去 在做很高的山 以前我想象的是 要走 起码几天两三天 才可以上到他的山顶 或者比较高的地方 都是要 就是要为一件事 就是一件 重要的事 才上山 上山是 一个很重要的 为他们来说 一个 退省 一个跟天主相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耶稣就是 在这里 他第二次听到天主 肯定他 他 我想他在这里有赛事 肯定到自己 他从此去南下 就是接受这个苦路 因此他可能就是 他自己 拍显正容 天父 他有这种光明 所以方面 他自己 在这里 我想他是 改 自己为了一种很大的 转变 为这种转变 他自己 就是有这份准备 第二个他都是 一方面为自己准备 另一方面 准备一些门徒 为培育他们 这三个爱徒 为准备他们 经历 就是 天父 肯定他作为 圣子的 一个 这样的 情境 那么 这个为他们将来 就是三个门徒 慢慢当耶稣不在 的时候 这一幕 相信他们 就有一个 很重要的回忆 一个记忆 就是 耶稣曾经 跟他们一起 在这里 显露过圣荣 有一种奇迹 这种很重大的 一种意义 一种意义 在这里 令他们慢慢 能够建立起 那份 更加 完备的 信徒 所以 为耶稣 为他们 来说 是一个 很大的 转变 二位三个门徒 我看到 其实是 耶稣慢慢 小小的 小小的 在改变 他们 所以这里 今天 这个上山 让他们 让我 联想起 就是 其实我们 在 我们的四周期 我们就是 其实 每年 我们都 慶祝这个 节日 跟耶稣 重温 这个 愉悦 这个好職 我们自己 本身 也有 皈依 要悔改 禁食祈祷 其实我们 我们的目的可能 也有些改变 逐渐 逐渐改变 每年改变 或者每天 每天改变 一些 我们今年 比较 去年 有没有改变 再改变 再改变 在五年前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 十年前 有没有改变 所以这里 我看到一种改变 成为一种 我看到改变 是一个 我自己 我自己 触动的地方 是一种改变 耶稣 耶稣 是让 这些门徒 慢慢改变 最近 我家里的 爱猫 就是离世 所以 所以 为我们 也是 就是 很相同 为我们 这个很大的改变 也是 让我们 都会慢慢 适应 我们自己 看到 其实 透过这些 这样的 很亲的 情感 情感的流动 其实是慢慢 天主都要 这些事情 去改变 我们自己的心 改变 我们自己 对一些 事物 平时我们 看不到 一些灵回 所以 在 我们的猫 离开的 时间 是怎样 我们 我们就会 重温 我想 带出 就是 当我们 猫猫 离开了 我们之后 我们就会 重温 这十几年 和我们 相处的 时光 有什么 感动的经验 所以 为那些 门徒 当 耶稣 过世之后 肯 十字架 死了之后 当然 耶稣 復活 给他们 可以慢慢 显露 给他们 带出 一个 復活 的信息 有 圣神 跟他们 门徒 同在 但更加重要 就是 当耶稣 死后 他会 回忆 三年之间 他跟耶稣 之间 那种 经历 那种 教育 重要的 经验 而耶稣 在大背山 显 圣荣 肯定是 一个很重要的 一幕 为这三个 门徒 很明显 就是这些 重要的 事迹 都慢慢 成为福音 成为圣经 圣言 的一部分 其实耶稣 有一种 铺牌 这些都是 奥积的一部分 有一种 铺牌 就是慢慢 慢慢 透过 这些事件 在培育着 门徒 第九章 但早前 耶稣 才问 别人 说他是谁 别人 说 默西亚 是谁 阿里亚 是否约翰 而 不久 耶稣 显正用 他就 让他们看到 耶稣 显正用 和阿里亚 和先知 和门室的交谈 所以 这里 是 强化 门徒 那种 心智 在 检查 他们的 信德 当耶稣 在十字架 上死之后 我想 门徒 就会 回忆 这一幕 成为 他们 成为 一种 很重要的 培育 很大的 这份信德 是慢慢 建立起来的 所以 耶稣 慢慢 培育 慢慢 改变 门徒 所以 今次 我们的四周期 今天 我们是 读经的 邀请 耶稣 上山 中间 有一份 意思 就是 邀请 我们 每天 做一些 小小的 转变 尤其是 我们可以 回顾一下 我过往年 有什么改变 有没有 向好的方向 改变 有没有 更加 亲近了 天主 或者 我是 离开 近天主 我的改变 是向好的 还是 向一些 比较 负面的地方 这里 藉着 今年的四周期 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 今天的 福音 可能就是 这份邀请 就是 叫我们 去回顾一下 自己 我的改变 是什么 或者 有没有 我有这份 信德 有这份 忘德 可以 每天 每天 可以改变 向好的地方 改变 走多一步 好 今天 都 讲得多 主要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